中央空調 進階版 對對對 中央空調 四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換著 對 然後同時可能跟很多個女生 就是聊天 跟她尿尿的地方 海王海后怎麼分 她可能跟你曖昧 問她 喔那我的現在是什麼關係 但她同時跟很多人這樣子嗎 通常不會知道 如果她真的是海王海后的話 哇 好像也是欸 高招 時間管理大師啦 這上面有一些定義不見的 對我來說是海王海后 雖然我的異性聊天不是真的超過七個 可是大部分也都還是會 異性真的比較有話聊 所以她都說我跟Daisy是色孔 她說的色孔是 社交恐怖分子 完全就是我跟Daisy啊 完全不會畏懼社交 這哪叫海王海后 這邊晚上夜生活比較豐富嗎 旁邊就是夜店了 對啦 我們就來問問看 有沒有人已經住手在那邊 等等要進去的 我們來問問看他們身邊朋友 有沒有這樣子 或是他們本身是不是這樣子 OK GO 你自己本身有沒有遇過海王海后 這種類型 身邊朋友是海王 去夜店然後 她一個晚上就可以 打雞拉五個那種 五個以上那種 身邊一堆女生朋友 對每個女生都很好 然後都會撩一下撩一下 中央空調進階版 對對對 中央空調 早上帶一個女生回家 晚上再帶一個女生回家 哇 這裡還是不同人嗎 是嗎 不同人 不同人 24個小時 12個小時換著什麼 對 然後同時可能跟很多個女生 就是聊天 而且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 都不會跟前任斷乾淨 出去都會說 喔 這個是朋友 其實都是曖昧 就是講一些 會讓人家覺得 喔 你對我有意思的話 女生 可以 她就是 蠱惑蠻多男生方式 男生就是 會覺得 她對我意思 但其實她跟很多人聊這樣 講那種 我在幹嘛 之類的類似那種 為什麼要不要出來 男生會以為說 她只有對我這樣講 就是全發 對 欸 全發耶 怎麼辦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式 先做完前四個 然後就放著等於 對 嗯 跟很多人聊天 然後就是 又帶有一點曖昧關係吧 假如那個人本身 他的個性就是 講話會 很容易講人家誤會 但他沒有那個意思 直接自我介紹嗎 什麼啦 真的有這樣人嗎 我覺得 世界上沒有那麼單純的人 以後如果講話有點那種 帶有曖昧 帶有那個 一定是小Bitch 海王海后啊 跟渣男渣女 你們覺得有差嗎 我覺得差不多 就是 都是這個類型的人 就是很會 玩弄別人感情 這種 一天找專門 都約不同人出去之類的 喔 那首先他們口袋 也要很滿對不對 欸 也不一定 不一定 有可能就是 出去深山不聊那天 對不對 也不一定要做什麼事 玩弄女生的感情 怎麼樣的玩弄 騙他尿尿的地方 他有天他凌晨去夜店 然後早上跟夜店帶出來的女生 去開房間 大概接近中午的時候 再去找他的曖昧對象 下午的時候 跟他朋友出去 然後晚上再去跟 他那時候一個喜歡他的女生吃飯 然後凌晨再帶另外一個女生去看夜景 他超多個 欸 他很厲害耶 他已經不是時間管理家室 這叫做 海王中之嘴 認真 這個還有不同的schedule 對 他是做不一樣的 很好的朋友嗎 還滿好 就是我看過他很多的 曖昧對象 就是跟我分享 這個女生是 可能是哪一個心得啊 還是之前那一個 就是很多代號那一種 代號 A女 B女 喔 這個蘋果啊 那個香蕉 這個是水狐女 這是夜店女 這個牙套什麼東西 就他的餘溫裡面有很多人 一次同時有很多人這樣 我通常聽人家說魚池 你說魚溫 你是海王粉人嗎 魚池 魚池 抱歉 我覺得魚溫也不合理耶 因為畢竟這也是算人工的一個方式 所以說魚溫 人工養殖 有耶 就我朋友玩 叫我軟體 就是他可能會在上面聊一次十幾二十個 然後每天都找不一樣的人出去這樣 還是他也是群發 之類的 有可能有可能 你吃晚餐了嗎 嗯 然後那個還沒還沒 我晚餐吃什麼耶 下次帶你們去吃 對對 群發 群發 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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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希望 對 我覺得海王是沒有定下 對 但是渣男可能有定 但是他可能一次跟很多人定 但是海王就是吊著你 但是他又不 他又不給你 已經在群場上被被傷害過了 真的假的 沒有沒有沒有在一起 那一群可能都比較海后這樣子 其中他的閨蜜之類的幫助他 逃脫我 所以呢 背叛了我這樣 因為他就跟男生都可以玩在一起這樣 有啊 因為我們其實可能現在還有在聯絡 所以你沒有完全死心 你現在還暈他嗎 呃 可能吧 如果你要送他一句話 你會想說什麼 烏煙一對吧 晚上等你電話 晚上等你電話 這有準備的一個板子啊 有沒有哪些點 讓你覺得可以算是海王海后 我覺得第一點就是 身邊就是有這種都是 公司上的會分開 然後另外的會在另外一個群 他不然這是A群組 就是早上派的 B群組中午派的 有些男生都會一個群組 然後互相傳一些 欸這個妹子不錯這樣子 有這樣子的 對對對 第二個 對啊一定會很懂聊啊 那我覺得是 因為如果把曖昧氣氛吵起來的話 我覺得就算了 確認關係應該還好 因為有些可能真的只是 對你喜歡這樣而已 魚池們一直想要跟他確認關係 那他一定會避開啊 就不答 我覺得第三個應該不算吧 想要確認關係不好嗎 如果是那些魚一直去問海王海后說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是不關心 我們現在到底是男女朋友嗎 這就是 陰傳很嚴重 如果他是對一個人的話 我覺得就不算 他是對很多人的話 那就算了 女友A女友B女友C 然後A女友我們就聚會喔 男女友做這一桌 這是渣男渣女吧 今天就是跟你還不錯好了 但他突然又說 欸走啦我們好像去吃飯 或者是他直接順路要載你回家 你也不好意思拒絕他 等那種感覺 不代表你是海后啊 我覺得我朋友這樣都是海后耶 有些女生會這樣說 好啦我不要 等於我最後又給人家了 那個叫綠茶吧 天啊那海后都是綠茶嗎 有沒有可能是 綠茶的進階吧 綠茶可能只有一個吧 海后是很多個 I don't know 哦 舅遊好難喔 不拒絕任何的好意或付 應該說海後 海王好意應該都會 稍微就是給你一點 然後調更多回來 就是有點像說 我付出一點點 讓對方慢慢吃惡的那種感覺 欸你好好會講 欸你真的喔 你是海王海後研究師吧 不算是 因為我也會對女生好 他如果不拒絕我的好意 我覺得他算是一種 禮貌 但是有對方是朋友還是愛人 對對對 我對大家都一樣的 我對所有朋友基本上都一樣 海王是不是都這樣說 嗯 對 不喜歡被掌控 好像蠻準的 有些人會反感 就是會覺得 我們又不是什麼關係 然後你為什麼要問我在哪 之類的 這個蠻明顯的 就是我隨便配合 就是可能被渣男抓到 他們就是 那個男生就是覺得說 你幹嘛這樣管我 好我現在先不要加重 我想要講他在幹嘛 嗯 啊或者是加了之後 永遠都在模糊 然後永遠都找不到 那這不是很正常嗎 因為你們沒有什麼關係 都不是啊 欸 可是他同時對很多人這樣 因為他跟很多人什麼關係都不是啊 我跟很多人什麼關係都不是啊 海後翻演 他如果被掌握的話 就太多資訊給你 他就不能一次跟那麼多人聊天啊 哦 邏輯 自己人 底牌都被 對對對 不可以被掀開 被掌控 應該說他們喜歡 戴那個 節奏 哦 對 戴關係的 對對對 當主導者 對 應該不是說被掌控這樣 這個可以裝 就是可能跟你聊的時候 好像就是 欸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就會讓你覺得說 他很少跟人家聊天 裝沒有經驗 對對對 可能 愛Social 聊天風趣 所以可能就會比較吸引人這樣子 我覺得六號很合理耶 一次要養很多魚的話 感覺就要很會 就對社交一定要有一定的能力 蠻會聊天的吧 對對對 他一定要可以去 要有一定的社交能力 才可以認識很多個人 所以我有當海後的特質 要要要 喂 就我沒有社口 氣氛吵起來 我就很害理 等等 你這樣是不是全中了啊 對 但沒有吧 我沒有那麼多朋友 所以不算害理 但是你今天這個人 被擺上去 再支影片了之後 人哥是海王 我相信應該 影片上面會有很多人說 你是海王 如果你遇到了一個海王 會怎麼處理 就抓回去吧 確定嗎 都是海王了 很明顯 把那邊 就不會跟他認真 所以你是不贊同這種行為的嗎 還是你覺得很好 沒有不贊同耶 我就看個人 可是我自己遇到的話 我不會 就是不會跟他認真 你要玩我就跟你玩 反正我們就是互相玩 玩來玩去 玩到你又去玩別人 我再去玩別人 對對對 那你會贊同這個行為嗎 你說海王海後嗎 嗯 不要在我身上 我都OK啦 嗯 所以可以交朋友 但是 所以可以交朋友 不小心在後面被你發現 他是海王 害我嗎 對 那我就不會理他啊 我覺得我不是那種 喜歡就很喜歡 我是 喔 你很糟 我又不喜歡 鬥爵戀愛腦 但是我沒有透露很多感情 然後就 不行 這個不行 那這樣是你 這樣你不行耶 但是我很糟糕 是不是 你不棄 很清楚 對我覺得我不會陷太深 我也不太會 我覺得這樣 沒有 這樣才要理智 機遲停損 感覺到就可以 趕快 吐了 不要陷進去 趕快就不要吃了 不要咬餓 不要把餓神平吃完 吃一兩口趕快收 這樣 有腸道就好 那如果要給他 一句話 你會想送他什麼 一句話嗎 就是 祝你健康 如果你們真的遇到 你們朋友 帶著不同人 你們會現場 直接跟他講嗎 就是會調侃的 但他們可能覺得是開玩笑的 你那時候被帶著去的女生 會覺得是開玩笑 因為那男生感覺說 白色不要鬧啊 根本沒有 那是朋友 對啊 如果是曖昧的話 我應該就直接 淡出 發現的話 感覺我也會 就可能馬上冷掉之類的 感覺海王海后 就不太會被發現的感覺 就如果被發現的話 就可能 等級沒那麼高 還不然等級 跟他們真的只是朋友啊 不然我們下次大家聚會的時候 你們一起去嗎 如果一起去的話就可以 我覺得海王海后會讓人家跟 因為他要讓他放心 沒有就讓他放心一次 對 然後後面幾次就 然後他下次就回去 就 我相信那是你的朋友 好壞喔 你有做過 等一下你有 翻掉攝影機 我要點他 如果我自己暈船的話 我就想辦法剪掉 他如果跟我玩玩的話 那我就 跟他玩 幾段情傷之後 我就不會再賺錢 所以你已經說 你前面已經受傷 你現在很不賺錢 怎麼辦 以後看到這個男生要小心 好我說真的 現在年輕人大家都玩完了 像我朋友跟我講過的話 他說 你現在都在幫別人養老婆 欸我覺得這句話也算合理 也不是完全不合理 對啊 但是也不是說我們看衰那些 真的 愛情長炮的人 也是有啦 只是就是很少 真的 在這個濫情的時代 真情難尋啊 我自己都有點迷惘了 所以 好了我們一定去海邊玩了 會不及我們先前十吧 這個天氣夠熱 我覺得主要是他們都有提到說 短短曖昧的對話 但不是只對一個人 有點像是一對多的概念 就是真的像剛剛那個男生講得很好 是不是灑熱嘛 然後你就慢慢吃 大家在談感情 盡可能好不好 大家盡量都可以專一的話就專一 都是好朋友的話 那也要分清楚所謂的界線 你也不能說 每一個人就是 都很曖昧啊 我們今天親親了 但我們只是朋友啊 對 但就是如果你們彼此都有講好的話 然後另外 我們就是親友 對 你一起睡覺 我們睡友 請吃飯吃友 好 反正總人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找到屬於你們自己的 Mr.&Mrs.Right好不好 就是不要太 太複雜 而且很多人都祝你們身體健康